新北市中和区的前国防管理学院在签址后 留下操场及运动场开放附近居民使用 成为中和圆山地区少数的绿地空间 原本被新北市政府规划建立银新生活城 受到居民强烈反弹 近日又受到营建署的先期评估 将建造社会住宅 附近里长随机跳脚表达抗议 原山区的几位里长还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民众 就在跟我澄清说他们收到一份公文 这一份公文是内政部营建署给的一份公文 这一份公文就是在这个国管院大操场这边 大概有这个要新办社会住宅的方向 那么我在当天我也特别派了这个助理 前往这个内政部营建署 去了解这个开会的相关状况 也拿回来相关资料 那我的主张很简单 我的主张是要新办任何的公共建设跟公共设施 后面一定要有非常强大的民意的需求跟支持 张世豪表示 前国管院的操场跑道在今年四月才修复完毕 且连城路的青年社宅去年才刚动土 如果马上就规划建造新的社宅非常不符效益 建议先改善大元山地区的交通 不要遇到尖峰时刻就塞得动弹不得 改善交通 那周边的现况以及周边的建筑 因为现在国三署的用地 所以我们也希望相关的建筑物跟周边的道路 可以赶快来解决 所以这才是正本之道 而不是一直要想方设法的 要打这个大操场的主意 那我们希望说现阶段应该要维持不变 让中和人可以有那么好的运动休憩空间 让他持续的保持 张召呼吁必须先解决燃煤的交通问题 最后再讨论社会住宅的兴建 除了保存仅剩的少数绿地休憩空间外 也能兼顾中和区的交通规划 谢谢简明山中和报道